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羊肉的瓦室吃饭 跨越江河湖海 这行也这么大吗 别了别了 追随时间脚步 味道带您踏上寻仙之地 羊肉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肉食之一 从南方到北方 人们因地质疑 充分发挥智慧 制作出了各色羊肉美食 羊肉汤 回锅羊肉 红烧羊肉 羊排饺子 羊肉和了 烤全羊等等 在贵州省尊义市 一碗热情火辣的尊义羊肉粉 隐藏了制作者怎样的智慧结晶 明显不想让我们看见没样该放多少 这个碗是你的 在云南省惠泽县 羊肉越干越硬 越受欢迎 这是为什么 这上面挂的可都是精华 我今天是能吃到一整头羊吗 有着独特花纹的羊肉 又是怎么制作的 感觉都能透光 非常热闹那种口感 细致的江南人 如何把羊肉吃出了响当当的名气 从而成为宗慈宴的压轴菜 特别入味了 绝对入味 领略羊肉的魅力 味道调查员已经出发 带您品味羊肉的花式吃法 感受餐桌上的美食智慧 味道调查员带您去的第一站 是贵州省尊义市 在这样一个山水间写满故事的地方 特殊的自然环境 也塑造出尊义独特的味道 听当地人说 来到尊义想要了解当地的美食 第一站一定要来的地方 就是这个捞沙巷 你看现在已经基本上到饭点了 我已经闻这香味了 咱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捞沙巷在过去是一条普通的小巷子 巷子里有一条水沟 人们在那里捞沙子 挖梅糊来补贴家用 久而久之便有了捞沙巷这个名字 而现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热闹的小时间 在这里您可以真正体会到 什么才是逛吃逛吃的节奏 您好 我来一份这个 这又有好吃的 好 谢谢 好 哇 又一种蛋包洋芋 特别香 鸡蛋跟洋芋都是我喜欢的 捞沙巷的热闹红货 美食的花样百出 是味道调查员对尊义美食的第一印象 不过听当地人说 尊义人吃东西也有专一的一面 有一种美食几乎是所有尊义人的最爱 那就是尊义羊肉粉 这个粉很筋道 很弹牙 再看一下这个肉片也是 一般的羊肉要紧实一些吃起来 这碗尊义羊肉粉 汤汁浓郁 羊肉片薄如蝉翼 十分筋道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秘方呢 这家羊肉粉店是尤天美和尤天英 这对姐妹花一起开的 已经开了二十多年 他们的这一碗羊肉粉 在镇上可是相当有口碑 首先在羊肉的选材上就十分用心 大姐们选用的是肉质紧实 羊膳味相对较小的前北麻羊 有了羊肉 第一步是制作底汤 新鲜的羊骨最先下锅 再加上口感十足的带皮羊肉 短短几分钟 一整只羊的精华都统统入了锅 听大姐说 这样熬煮的全羊汤味道鲜香 不过汤头只是基础 调味才是关键 大姐们有独门秘方 这个秘方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和我姐 我们两个就买羊肉在家里面吃 吃住 都叫吃住出来的 就是从几样少量的开始 每样煮一点尝试一下 对 我们走羊肉尝试一下 就是等于是这个秘方一旦形成了之后 就咱一直没有变过 对 二十四几年 我们这些产量就没有变过 所以这就是那个要包是吧 咱就往里开始装这些东西了 对 大姐们告诉味道调查员 她们还在汤里加入了许多调料 可以给羊肉去山解腻 虽然没有告诉味道调查员 调料的具体秘方 但能保持二十年不更换 这说明姐妹俩的这碗羊肉汤 在当地真的是有五口皆碑 你看这大姐一到展示放多少的时候 就速度特别快 明显不想让我们看见没样子该放多少 调料入锅 还需要继续熬煮四五个小时 接下来要制作的红油 里边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这个是灯笼椒 灯笼椒 它那台子就是香 小米辣 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打出来的是吧 十斤辣椒放一斤的老姜 对 把它打碎 这个是羊油渣 这个油渣放在这个辣椒里面 它是有台币香的味道 很香啊 也是一斤左右 这还要加豆瓣酱 这个油提出来颜色也很好 颜色也好看 对对对 接下来就应该用那个油来炸它 那我们就拿去拿在锅里了 热油下锅 辣椒面里的香味就立马被激发了出来 浓烈的辣味接踵而来 过瘾的刺激感直通鼻腔 虽然看着辣 但大姐说这样的辣 只辣嘴不辣心 这一锅能用几天 这两天 这么大一锅才用两天 对对 这两天 这边人真的是很爱红油 一香二辣三提色 在历经炸油三部曲后 距离完美的羊汤只差最重要的一步 将一整锅红油过滤 当一勺勺红油被撒入肉汤时 汤里沉睡已久的羊骨 羊肉就好像披上了红色的绽衣 一下子苏醒过来 美味与形色坚固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再经过一个半小时熬煮 新的羊肉可以下锅 已经煮好的一批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开始煮粉了吗 别急 新捞出来的羊肉 不能被放入羊肉粉中 羊肉还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 达到足够的弹牙筋道 才有资格上桌 大姐 这个肉是煮好了是吧 对 咱们现在就直接可以切了吗 这个不行 你看我这个有多几时 有多坚硬 这个要 还真是 对 很硬啊 很结实 而且是冻的是吗 对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是把这个出锅之后 要用这个死红来 要压一下是吗 压一下 压好之后 再放在冰块里冻下 冻好了才能切 用石板压羊肉 看似是个土办法 但却十分奏效 经过一个小时的压制 羊肉变得扁平紧实 接着再进行一个小时的冷冻 等羊肉中的胶质凝固后 自然就能切出漂亮的 长方形薄片了 大姐们认为 具有这样颜值的羊肉 和弹牙筋道的口感 才最能给食客 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这可以 特别棒 薄薄的 而且很紧实感觉 是不是 对 所以别看很简单的一碗粉 但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像你们里面 不断地在做实验 对不对 对 有时候觉得不好 我们又换 实验也很多失败的时候 对 所以她就做的时候 觉着睡不着 睡不着 真的吗 对啊 随时都在想这个 怎么能做好 怎么能有回头壳 能留住壳人 就是这样 是 所以小小的一碗粉 里面有很多的实验 有很多的用心在里头 是吧 有了好汤头 有了筋道的羊肉 接下来就可以真正地 煮一碗粉了 大姐们告诉味道调查员 煮粉要一块取胜 可您知道 煮一碗标准的羊肉粉 需要多长时间吗 与其说是煮 不如说是烫 时间的长短 直接决定烫粉的成败 她告诉味道调查员 上一秒的粉和下一秒的粉 绝对是两种不同的口感 大姐像这一碗 您正常速度的话 多少 一分钟可以煮三碗 煮三碗呀 太厉害了 那就二十秒一碗是吧 对 这一碗是你的 大姐帮我计时啊 好行 开始先倒下去是吧 对先倒下去 好烫一下 然后这样晃是吧 对 这晃不能晃出来 对啊 不能晃出来 可以了吗 可以了已经吃了 这多少呢 四块的 四块的 四块 对 十块的要多一点肉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多一点 来一二三 再来一点 可以吗 太多了 可以够吗 对对 够了 给您多加肉了啊 香菜 香菜 要不要海椒吗 要不海椒 要 要一点啊 少来一点 对 然后再要这个 来一勺 汤 带红油的汤 是吧 对对 基本上一勺正合适的 对 这个是生酒面汤 马牛的 是 我知道您说没汤马牛 但是我这头一头一碗 那个 赶买一碗 花费五六个小时 才能熬出的一碗汤 精心炸出的一锅油 用石板压出的一块块羊肉 从而造就了这碗清香味鲜 滚烫辣香 汤清不浊的尊义羊肉粉 在云南省惠泽县 当地人也十分喜爱吃羊肉 据说这里有一种美食 叫做羊八碗 制作极其讲究 还有诀窍蕴含其中 味道调查员马上出发 带您一探究竟 云南省惠泽县 这里海拔高 山势陡峭 同时也养育了惠泽县特有的本地黑山羊 这种本地黑山羊 每天山上山下随便跑 堪称山羊界的暴走一族 所以当地人给了他们一个爱称万里羊 到了惠泽吃羊肉 据说是又稀奇又好玩 古镇上就有这么一家店 手握祖传的秘方 祖孙几代开店近百年 味道调查员赶紧去看看 他们会用万里羊做出什么样的花式美食 这传承百年的羊肉店 究竟会有什么惊喜呢 这位说着话的人名叫王天顺 是这家百年老店的第三代掌门人 从他爷爷那边起 家里开了这家专门烹制羊肉菜肴的小店 按照惠泽本地的风俗 每年他家都有请春客的习惯 邀请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将自己的感谢之情化为一桌宴席 以时寄情 以时感恩 而只有这个时候 王大哥才会将自己最拿手的 制作羊八碗的绝技 拿出来招待大家 羊八碗到底有多神奇呢 我听说这个羊八碗当中 就是羊干八应该是最耗时 最费力 然后也最不好做的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就专门挑这最难的 咱们来看看到底 怎么个难做法好不好 王大哥的羊八碗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羊干八 也是羊八碗中的头一碗 到这之前 味道调查员就打听到 王大哥制作的羊干八远近闻名 原以为干干巴巴的羊肉 随便从羊身上选一块不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 王大哥说 羊干八好吃的秘密 就在这选肉上 咱从哪下第一刀呢 第一刀它是前腿 把前腿切下来是吧 对 咱们做干巴用的不是这块肉 是吧 但是这个腿 牛干巴 羊干巴 它最后都是很干香的那种 所以用的瘦肉会多一些 是不是 这个是后腿是吧 对 这是前腿 它会薄很多 王大哥说 他选后腿肉做干巴 还因为这个部位瘦肉之间夹杂着筋 筋肉相连 能让本身就干瘦的羊肉 更有嚼劲 一只羊身上能满足 王大哥做羊干巴的精华部分 只有两千克左右 干巴是保存肉类食材的好办法 而制作干巴最重要的 也是最难拿捏的 就是用盐 小粒细盐 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 既能灭菌 又能脱水 之后就要将羊肉尽快入坛 羊肉闭关修炼七天 每两天翻动一次 如果羊肉能出现像板栗一样的棕红色色 那就说明羊干巴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进入晾晒程序 他们把羊肉挂在通风 又避免太阳直射的地方 静等时间将美味转化 现在真的是干巴干巴 真的干巴了 斜着切了 这切的也好薄 能透光 你看都是红亮红亮的感觉 是不是 切片的时候 味道调查员才体会到 晾晒好的羊干巴 坚硬的外皮下 包裹着柔软红艳的羊肉 色泽极其诱人 腌制的香气 也随着刀切一点点散发出来 极薄的羊干巴 很快就要完成 从生到熟的变身了 50摄氏度的油温 能最好地刺激出 云南本地秋北辣椒的香气和辣味 再把羊干巴入锅连炒带炸 那香气在你的那个咀嚼当中 越来越浓 很有嚼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下卷菜 对 再来一口小酒 那绝对是很香的 是不是 出锅的羊干巴 干香酥脆 吃它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大块吃肉的快感 而是干巴旧酒越吃越有 对惠泽人而言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也是当地人的骄傲 味道调查员听说 羊巴碗中还有一样美食特别奇特 有着别样的花纹 我们回去看了它太极肉 太极肉 起来以后切出来是有花纹的 有花纹就是这样 就好像那个太极八卦 有个形状 一片一片的 这切片太极肉 等先用肉做出一个巨大的羊肉卷 原料就是羊肋骨上切出的整块肉 长度大概20厘米 把切下的鱼边肉随意分割几刀 摆在整块肉上 就这样肉包肉包起来 再像果寿司一样 边压边卷卷起来 最后用纱布一包就可以开绑了 捆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一直往中心 现在中间扎一道 主要在往一边走得不好 然后再从旁边这样 一直走下去 我这样现在摸它是特别紧实的 感觉这个肉呼之欲出 被捆绑的羊肉卷 第一次放到高汤里 得煮上三四个小时 羊肉中含水分70%左右 1000克生肉煮熟 只剩500克肉也很正常 所以中间必须把羊肉卷捞出来 再紧几绳子 等再煮上半个小时 肉卷就算成功了 赶紧打开看看 这花纹到底长什么样呢 就感觉特别有质感 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就是你看有红有白 它里面这个纹理就很自然 但是很漂亮 对 真的是就感觉都能透光 拆分 组合再拆分 简单的一盘羊肉片 造型圆满 花纹自然 这绝对能满足您对肉感的追求 切片羊肉配上蘸水 简直就是完美组合 赶紧尝一口 吸收了这个蘸水里面的味儿 整个味道是特别复合 非常热闹的一顿口感 是不是 虽然它是一道凉菜 但是你吃起来会觉得热火朝天的 随着客人陆续进门 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 来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羊八王 这一桌全是羊 这个算是全羊 真的就喜气洋洋 对 喜气洋洋 好 拜拜 亲戚 朋友 生意伙伴 欢聚一堂 以羊八婉为主角的这一餐 是王大哥和朋友们 每年春天的一期一会 比分享食物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分享喜悦 传达感谢 带着些许的意犹未尽 味道调查员转站下一站调查 江苏省镇江市 去探寻另一种属于江南人家的羊肉美食 在这儿有一个名字极其儒雅的古老村落 如礼 如礼有一座朱家祠堂 每年都有一场规模不小的祭祖活动 朱国林大哥就是这次祭祖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等于是这个朱氏家族的人都聚在一起了 我看大家都正盛装出席 今天很特别 送付我们还要摆个几桌 还有摆几桌 看看我们东乡里特色 好好好 宗慈宴餐桌上的主角 就是朱国林大哥亲手烹制的东乡红烧羊肉 东乡红烧羊肉是江南名吃 要做的地道就一定要选30千克左右 标肥肉嫩的山羊糕 让人没想到的是要先给肉加油打气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羊都放在这儿了 我看这旁边放个气筒是什么意思 打气 把这个羊把它鼓出来 就这么着 你看这个羊的身体慢慢地鼓起来了 还真是这样的话 你看上面这个毛就更明显了 对吧 拍一拍是什么意思 拍一下这声音 也是一体力活 还真是从这开始鼓起了你的皮肤 这个就是吃毛的刀 看起来你也可以还累好 还可以啊 老挂胡子 老挂胡子 刮完毛 整块羊肉直接放进冷水缸 泡上两个小时 再放到巨型蒸笼中 大火蒸上三个小时 一冷一热极度刺激 这是造就羊肉紧实而有弹性的关键 但接下来才是冬香红烧羊肉口感达成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趁热拆骨 诶 朱大哥 这个羊肉已经煮过了是吧 这个呢 我们羊肉也把它吃骨头 把骨头去掉 把骨头去掉 我们这个呢 切羊肉呢 今天呢就是红烧羊肉呢 就是呢 它不带骨头做呀 不带骨头 为什么呢 就是到桌上吃着骨头来 就是红烧的 都不给钱 这是失败的做的 所以说要把骨头踢干净 就说明你这羊肉做的成功了 第一根要拆的 是羊腿上最大的竹骨 先用手拉住骨头左右旋转 往外抽拉 遇到筋骨相连的地方 大剪刀深入 咔嚓一下 完整分离 漂亮 不能破坏这个肉是吧 香吧 特别像一拽那个里头 因为现在是热的嘛 它就出来了 你看 这个然后再剪了嘛 对对对 虽然浪费了不少 贴着骨头的精瘦肉 但能忍着烫 把这根竹骨拆出来 请您给味道调查员点个赞 没有骨头支撑的羊肉 大刀切成一个个 15厘米左右的方块 接下来 国陵大哥就要展现 江南人精益求精的 烹饪技法了 西方葱 生姜 料酒 还有我们加其他的吗 酱油 十勺子 好 那我就放了 因为红烧主要是看酱油 是不是 你看立马颜色就变了 对对对 这个羊肉就是烤火锅 只要是火候 现在要大火 现在要大火 现在把它烧透之后 就是慢慢的 烧透之后就是小火焖之后 小火焖之后是吧 对对对对 此刻的大铁锅中 酱汁浓郁 羊肉酥烂 羊皮微颤 您是不是也想直接拿筷子 加上一块 别急 国灵大哥还有秘方 我们这个红烧羊肉呢 另外一个 我们特别的这个鲑鱼 鱼羊鲜 所以咱这做红烧羊肉 里头是要放这个鲑鱼的 吸收那个鲑鱼的鲜味 这个太特别了 鱼跟羊 鱼羊鲜 好 放糖 生成羊肉 鱼羊鲜 本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淮阳菜中的一道名菜 冬香红烧羊肉 在烹饪的过程中 借了鱼羊鲜烹饪的精髓 让鲜味更浓郁 但又能保留 各自味道上的个性 强强联合 鲜上加鲜 一碗白糖的加入 增添羊肉 风鱼的口感同时 也是这道菜 充满了江南特色的 甜蜜风景 慢火细微 烧出来的羊肉 色泽精亮 香气诱人 诗书不可 不学 不学 义不可 不知 不知 祭祖过后 众亲友团聚一起 此时 国林大哥的心意 要隆重登场了 一盘精心烹制的 冬香红烧羊肉 烧得浓油赤酱 出锅时 撒一把青蒜增色 灿黄的肉皮 枣红的酥肉 汁水滋润 再来一杯 纯香的酒 也许这就是 油脂记忆里 家的感觉 家的味道 来吧 冬香羊肉 冬香羊肉 这个味道特别入味了 嫩 香 酱香浓郁 带一点微微的甜味 绝对OK 绝对OK 它是那种江南的那种 偏甜的一种口味 大家趁在一起 好一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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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准备 游天美 游天英良姐妹 为了一碗尊义羊肉粉 日日熬新鲜的汤 石板压新鲜的肉 炸喷香的辣椒油 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 只为将传统滋味留存 王天顺大哥 用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 仅两千克的厚腿肉 以天地为炉灶 以和风为锅铲 制作鲜美的羊干巴 一席羊八碗 既是他对于惠泽本地羊肉的精雕细琢 更是他对祖辈手艺的珍视 诸国林大哥 凭借着趁热拆骨 鱼羊搭配的奇思妙想 制作出一道鲜的掉眉帽的红烧羊肉 为祭祖宴压咒 这是他对游子归乡 和家团圆的美好期盼 无论在贵州省尊义市 云南省贵泽县 还是江苏省镇江市 各地美食制作者 通过巧思妙想 踏实实践 制作出了一道道别具风味的羊肉大餐 饱了眼福 解了嘴馋 暖了人心 这些美味是制作者生活智慧的结晶 更是他们对生活美好的祝愿